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观众票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讨厌的行动支付排行榜 这个是蛮为妙的,就是见网之来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这好像都是一个回顾过去大家的意见 但是呢,如果这些行动支付业者能够把这些东西给一一的整理 并且处理到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观众的意见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今天呢,一样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观众票选的基本资料 然后来看一下最讨厌的行动支付排行榜前五名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观众的心得 好,进入重点啦 这次的这个观众基本资料一样做个复习 男女比例呢,基本上1比1 然后女生稍多一点点 再来年龄的部分最多的是31到40岁 固定年收的部分的话呢,以50到100万居多 持有的卡数大概是以11到20张为最多数这样子 好,那最后的用卡资历大部分都是用超过10年以上啦 所以这应该都是对行动支付是蛮有一些使用心得的部分 好,那总份数呢,是783份 全台的行动支付业者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 好,你看这个至少也有三四十加以上啦 我把它全部都列在里面 那包含就是像台湾Pay,ApplePay 一卡通Money,或是LinePay等等 其实都有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往下看 最讨厌的行动支付票选 结果出炉了 第五名 一支付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行动支付理不理解 它基本上是以在医疗院所做支付为主 不过它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使用它来做缴纳 只是方便,没有任何的回馈 所以会大大的降低民众使用的这个意愿 毕竟就是好歹给个0.5啊 给红利点数一倍,结果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相信它是比较难去往外推广 所以这一次 大家最不喜欢最讨厌的行动支付 就选出一支付 那总共有27个人选择它 得票率是3.4 我们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 直接拿现金缴纳就好了 一支付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 你不用拿大笔的现金去柜台缴 你只要就是APP里面缴一缴就可以了 在医院用过最后我放弃了 支付的项目非常的受限 而且小型的医疗院所是不接受的 介面也不仁性 好歹有一些基本的回馈 对公司而言是没有赚头还怎样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有回馈更好了 都交款了 还有被高一追缴医疗项目 掉不出自己证明 白缴500多块钱 所以这为什么缴缴钱会不见呢 这就有点麻烦 这很奇怪 要推配就要拿回馈出来 没有给回馈 这到底是要用 不用前往柜台缴费可以节省时间 但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只有支援某些特定地区的医院也是不方便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大家选出来的是 噔噔 APPLE PAY 哦这个就微妙了 为什么APPLE PAY会上榜呢 这真的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难道是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使用APPLE产品的人 所以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吗 也不一定 他可能还是有些缺点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 这次总共有39个人选择 曾经用APPLE PAY被盗刷 所以银行人员也都说 很多时候被盗刷所以印象不好 还有店家常常扫不到所以支付失败 他不是感应支付吗 为什么会有扫码的问题 对啊这有点奇怪 很多信用卡都没有参与回馈 这倒是因为他毕竟是 很多人怎么讲 就是可能会使用APPLE产品的人 比较不会在乎回馈吧 所以对于银行来讲 就是说你方便好用就好 那就没有再给额外的回馈 这是他的问题 没有APPLE就没得用 欺负穷人 信用卡很卡 或许我的网路很差 所以有些人的支付体验不好 安卓客户不能够使用 就会损失不少客源 对于苹果本身没有太大的好感 因为我没有APPLE手机 无法使用永逢的15%回馈 所以就不喜欢 这必须是要有iPhone手机才能使用 那现在当然是APPLE WATCH 然后或者是iPad 其实都可以这样子 只能够看着别人使用它 来搭配信用卡享受优惠 而且我都没有 所以就很讨厌它 只有在IKEA消费的时候会拿出来 非苹果用户 看得到吃不到 我也想要咬苹果一口啦 这个就是还蛮直白的 没有APPLE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好 那看完了第四个讨厌之后 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名大家最讨厌的行动支付是 登登 哈咪配 哈咪配也蛮有趣的 因为它背后的股东其实是中华电信 那中华电信这一次也有就是入股 这个将来银行 这个存网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介绍过了 好所以我们很期待的是说比如说将来银行的恩典是不是有可能跟哈咪配来做这个点数交换好那让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再扩大或者是说加入一些哈咪配可以使用的支付的通路里面然后让将来的这个将将卡可以加入好这样是不是会变成有一个集团整合的重效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干嘛用它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抱持一个很有趣的想象好那哈咪配为什么这一次有40个人不喜欢它 我们来看看 可以用的地方非常少哈咪配的回馈%很低通路少不好操作对老客户也不友善 配合的银行不多 这个配合的信用卡不多 很少听过这个通路 现在还是非常难用 常常要登入的登入登出登入登出很麻烦 广告很多而且系统不稳定 界面不友善 使用上相对困难支援的商家也很少 反正我是不会下载的 好再来 版卡莫名失败 缴费的限制非常的多 而且需要找到特定店家才能够使用 哈咪配基本上就是以中华电信的支付为主 或者是它的哈咪Point拿来这个抵电话费 这个是可行的 操作麻烦 操作界面也需要加强 好那也希望这个中华电信的这个从业人员看到这个说明大家的意见之后呢能够来去改善自己的产品 第二名第二名其实跟我们上一次最喜欢的行动支付也有上榜 好这是蛮微妙的 来看看 当当是接口支付 接口支付41票 其实234名就是394041票 其实票数差距很近 好那就代表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还好 那真正影响最大反而是第一名 有200多人投那到底是哪个行动支付最受大家讨厌 等一下就知道我们来讲讲接口 接口这一次呢得票率5.4% 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劳资纠纷有争议 那前一阵子胡一家也被那个因为违反背信法 所以就是那个出了一点事情嘛 然后1000万交保 所以目前的话倒是蛮多负面的新闻跟消息 对于接口支付而言 那单纯选接口是因为台北以外根本太难遇到可以用的地方 不喜欢只能够折抵账单30%的规定 回馈的接口币不能够全而折抵不是很好 希望可以用即时扫描付款的方式支付 而不是要绑定车牌 那活动开始缩水也不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讲的就是折抵上线只有30% 或是时常会当机不能绑 Debit Card也是它的缺点 绑一般信用卡完全没有额外回馈 绑账户才有2%接口币 所以大家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联名卡一堆限制 毕竟是台新出来的产品嘛 现在知道就是复杂度是数一数二这样子 能不用接口赚回馈就不会用接口赚 可以使用的店家很少 是要想办法要办回来要打电话 有个粉丝朋友讲说 有负面消息所以取消账号 现在要办很难办回来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有点提到企业风评不好 慢慢的被LinePay给取代过去 LinePay事实上还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行动支付 然后最好用 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或者是绑定凯基刷卡 新户8%就户6% 是还不错 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针对这个资讯系统还是蛮担忧的 毕竟有被盗刷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是大家对接口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啦 第一名到底是哪一个行动支付 被大家讨厌来讨厌去 这是我们在上一次 就是观众票选的第五名啦 也就是台湾Pay 台湾Pay有200多票的人 觉得他实在太烂了 得票率有30 这是也是史无前例的高 就是100个里面有30个人 说他真的很难用 到底有多讨厌来看看 我们这次大概整理了 有三四几页的简报 这才太多了 所以我用这个重点式的解说 如果你想要看大家的意见 你可以就是暂停 就可以看到 政府突然推出来的行动支付 要做收支付市场的利润 但是感觉起好像没有成功 使用上不够直觉 有些店家没有信用卡 只能账户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虽然说振兴券有合作 但是都找不到地方用 也是他这个通路太少的问题 不支援信用卡付款 很难用 很多地方不能消费 不喜欢纯粹能支援银行的 这个部分真是少之又少 没有优惠 先放钱进去扣款 就是扣账户的钱嘛 大家就不喜欢 输入很多次密码 现在可以用这个扫点支付了 可能会好一点点 能使用的店家不补及 可见不是只有消费者不想用 连店家也不一定想支持 要不是圣服 撒钱再撑的话 我觉得就快倒了 之前缴税的时候 也是只有北部支援 就感觉上蛮受限的 界面拿着要做 界面也不好看 然后账户也只限特定银行 基本上就是八大公股银行 一定有 但是商业银行不见得会有 连结的银行数量太少 官网根本查不到最准确的资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APP不稳 操场散退 Lag 宣传不利 教育训练 专业训练都很差劲 然后有人讲到 这个绑内上不方便 弄了好久才绑好一张卡 而且台湾配的资单 是不是很有问题 所以就是不放心 刷手机 因为刷机被判定账号失效 打去客服说能不能刷账号不行 就非常傻眼 这样子 绑定账户扣款也是大家觉得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些几乎要公股银行才能够使用 但是问题是 有一些店家他尽管是配合商家 但是就不给你用 这也是一个问题 甚至有人说 根本就不清楚到底哪里可以用 所以宣传上还需要再多加把劲 然后呢也要多拓展一些通路 能够让更多人去使用 这样子 这个行动支付才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走 往上成长 不方便的APP 即使是整天满额发回馈金 我也不想理 台湾配的网页非常难用 界面很不OK 所以这个应该要请行销公司 再去打掉重链 看起来优惠很多 但其实都用得太大 完全搞不清楚哪些小摊贩可以使用 官方的这个搜寻界面 很不清楚 很不方便 有心想要经营 应该要先把通路扩大 不然大家就 对啊 没有办法用 要公股银行的信用卡 或金融卡才能做使用 非常的不方便 也让人比较不想要去使用它 APP 这个移除之后重新登录 居然看不到之前的消费记录 一整个难用到爆 有时连店员都不会操作 台湾配撒钱活动不手软 但是使用通路太少了 很多人都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合作的通路太少 又爱又恨 爱他的好优惠 恨他的扫码支付限制多 有些会看得到吃不到 这个是蛮中肯的 好 那还有 很多店家要分台湾配的账户 或是信用卡 真的是很麻烦 没用 无能跟国民党民众党一样 这个就有点太政治 政治化了 但是很有趣啊 我就特别把它标出来 这是大家的意见并不代表本人立场这样子 我用的是合库一配 没有任何捷径小工具 要先登网银 按台湾配 一开始设定还是在扫码页面 所以就是很奇怪 大概就是不好用 意思应该是这样 完全难用的辣机 这蛮好笑的 从上次改版之后 常常在那边当机 害我结账的时候 非常的尴尬 这是很妙 好 再来 为了5倍券的800块钱而绑定台湾配 后来超级后悔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绑定之前应该还是要先做一下功课 那不能因为说宝可梦觉得它好用 所以你就觉得好用 因为有时候我的生活场域里面有这些通路可以用 但是你身边可能这些通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是很麻烦 那就不适合你了 通路超少接受店家也非常的少 包山包海淡功能不直觉而且不易找 途征使用门槛 只要办活动就会卡死或交易失败 让结账现场变成社会性死亡的演出 这句话真的是太经典 我觉得他讲的好好笑 社会性死亡的演出 这个很有才 定位非常不明的一款行动支付 虽然财经公司本身就是作为银行之间转账的桥梁 因此在台湾行动支付 继续以金融卡消费扣款的SmartPay云支付为主要的功能 但本身又有提供信用卡的HCE跟扫码支付 可是在店家的QR Code上面并不能够明确的辨识差异 有的时候店家的QR码扫下去 才知道原来是只能用云支付 不能用信用卡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太复杂 消费者根本无所适从 那这个粉丝朋友写的非常的正确 他可能是喊要来 我觉得蛮厉害的 不能说燕二只是必要分这么多吗 通路也比较少 不然真的是不错用 所以大家的意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 到现在电子支付绑定五倍券都还用不完 因为能够支援的商家实在太少了 所以要赶快去做功课 毕竟到4月底之前只剩下一个月了 那我们之后来看看总排名 这次的话呢 700多人投票里面 你看很大一片蓝色通都是台湾配 就是代表真的有三成的人 是很不喜欢这个行动支付的 那剩下的就是相对比较平均 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人觉得不好用的地方 那比较多的就是像Apple Pay 接口 然后HummyPay之类的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希望这一集节目呢 能够对大家也是有点帮助了 就是你看看别人怎么分享 这个行动支付的使用心得 你也来挑选哪一个行动支付 是你觉得不错可以继续使用的 好那我们一样下个礼拜 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众票选结果 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道哦 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